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是挥舞的大棒 一方面又说要与不顾同好 摆出求和平的姿态 这是拿着胡萝卜 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 目的只是为了让楚国服从于自己 所以这样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手段 一直到今天也还是如此 所以我们说这个齐桓公 那么就处理国际关系 这方面的政治智慧来讲 已经相当成熟了 好 我们看一下在这样的大棒加萝卜的面前 屈安怎么来应对 屈安说 您到我们的我们国家的设计来求福 这个汇就是汇林的汇 汇存的汇 汇固的汇 饭馆的门口贴一个欢迎汇固 就是您的光顾 对我们小店来讲是一种恩惠 送给别人一本书 写某某某汇存 那么就是您保存我的这个东西 这本书也好 这个照片也好 这是对我的一种恩惠 这种表敬父词 是古代汉语当中 很丰富 很独特的一种语言现象 妖福就是求福 明明是秦桓公带领军队打到处境来了 但是屈安却说 对方是到自己国家来 向自己国家的设计求福的 什么是设计呢 左传说 厚土为设 厚不是繁体的厚 因此这个厚是地的意思 是君的意思 厚土就是土地之神 也有的学者就用厚土 不说土厚 来证明古代汉语当中有定语厚制 其实这就跟说 现代民语里面 管公鸡叫鸡公 管母鸡叫鸡母一样 不是什么定语后制 这是大明和小明的相互关系问题 这个土地之神叫舍 古神叫做鸡 合起来是舍鸡 那么中国古代两千多年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 在农业社会当中 那么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最关键的是土地和在土地上生长的庄稼 因此把这两者作为国家的命脉 因此主管这两样东西的神灵 也是关乎国家存亡的更好因素 所以这个设计就有了成为国家的代称 大家看文帝本记里面就有既设计之安这样的说法 就是考虑国家的安全 考虑国家的安危 这个辱收寡君 这个辱跟前面的慧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收寡君这件事情 对对方来讲是一种取辱 那么无论是慧还是辱 如果翻译成现代汉语的话 都可以翻译成成盟 您怎么样 就这样把用成盟把这个表敬付词的含义表达出来了 就成盟您到我国设计来 向我国的设计之神求福 那么还收容 下面应该是慧寡君之愿也 这也是我们国君的愿望 这里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愿后来取消了 并到这个愿里面 但是古代汉语当中 这两个愿这个词意是不相关的 在使用上也互相不会牵魂 这个愿是愿望的愿 愿意的愿 而这个愿是相愿的愿 从心是人的一种性格 一种品性 什么是愿呢 就是有的学者铸成是老好人 其实他真的不完全是老好人的意思 孔子说这个相愿得之贼也 孔子对这个相愿是厌恶他到底 德之贼也 就是残害德的一种东西 叫做相愿 相愿的含义是 没有任何是非 八面玲珑 跟什么人都说得上话 对什么东西 事情都是 都能够得出正面的评价 对任何现象都能够得出正面的评价 所以 这个愿 其实就是 看起来很老实 很本分 但是其实不然 没有原则是非的老实 本分 明明是齐桓公打着求和平的七号 想要胁迫楚国就范 但是 缺完还是客客气气的说 这个 如说寡君 这也是寡君之愿 那么我们可以想见 屈丸在说这番话的时候 态度是不卑不亢 就是你如果 要求和平 这也是我们楚国国君的愿望 在这点上 我们两者是共同的 没有什么问题 好 下面 七侯 这个 这个话呀 就说的比较 呃 猙獰了 就恶狠狠的说 用 这么强大的军队 此重 那么可以想见 它是指着 这个 陈诸侯之师的那个阵势 用这些将士 去打仗的话 呃 呃 谁能够 抵御他们呢 呃 如果 用这些将士去 攻打城池 什么样的城池 不能够攻克呢 呃 呃 欲 下面有一个士 欲下面有一个士 还有一个欲是没有士的 两个欲在古代文献当中 呃 有分别 表示抵御的欲 加一个士 表示驾车的意思 绝对不可以加士 这是大致的分别 但是 实际上 我们可以想见这个 加士字的这个欲 应该是 后起字 所以文献当中很多情况下 表示抵御的意思也不加士 呃 欲猴这个时候 可能有点恼羞成怒 所以就赤裸裸的以武力向威胁了 我们看一下 屈丸是怎么回答的 他说 您如果是用德来遂诸侯的话 安抚诸侯的话 谁敢不服从您呢 这个德字 大家自己再考虑一下 特别是德和道的关系 德究竟应该怎么理解 呃 德 无论是今天我们用道德去翻译它 用品德去翻译它 等等 这 这样的翻译都是 不能够 有效的揭示出德的内涵的 您如果是凭借武力 那么 土国以方城 作为城墙 方城是山明 方城以为城 就是以方城为城 以汉水 作为护城河 即使你的军队人数众多 也没有用它的地方 这个锁字提取的是用之的处锁 不是提取用之的对象 那么 无 的编语是所用之 就是用之之锁 最后 去完和诸侯定立了盟约 大家注意 去完是跟诸侯来定立盟约 盟就是 在神的面前 立事递约 叫做盟 而不是专一的跟齐国盟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说文解字对欲的解释 大家注意一下 有点奇怪 四言 那么 这个尔雅的解释 禁也 是比较合理的 宝可欲乎 就是说人们抵御的不光是军队 还有自然灾害 庄子里面 对于马而言 它的蹄字可以用来 剑双雪 它的毛可以用来御风寒 这个御也是抵御 好 这篇文章我们就讲完了 下面我们简单的小节一下 这篇文章我想还是典型的反映了左传的文学特色 就是作者没有去对任何一个人的个性特征 相貌特征进行描写 但是通过每个人物的言谈话语 我们却可以很形象的描绘出这个人的个性特征 比方说这个七桓公一副交集之帽 是不是 管仲呢 很聪明 但是又作为春秋五霸之首七桓公的这个像 非常的严肃 非常严肃 楚国的使者 这个很诙谐幽默 同时呢 又不卑不亢 至于说屈丸的这个个性特征 大家读完第二段以后 每个人都可以写出一篇很有趣的小文章 足以把去完这个人的这个性格特征描绘出来 这是我们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要注意的 那么另外呢 就是这篇文章在先秦的其他文献当中多有技术 但是呢 技术的内容不太一样 特别是对七桓公法储这个事件 这个左传的前文也有交代 就是为什么会发生七桓公法储 但是我们不用左传的技术 我们看一下韩非子里面的技术 因为文字更浅显一些 大家一读就可以读懂了 不用我解释 说这个菜女为桓公妻 桓公与之乘舟 夫人荡舟 桓公大聚 这个七桓公别看桂尾五霸之首 但是生性聚水 进之不直 怒而出之 出之就是使之初 把他赶回娘家去了 乃且复昭之且是将的意思 因复更嫁之 更是改 这个蔡国的国君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着急 把女儿又改嫁别人了 桓公大怒将罚态 宗府也就是管仲 鉴约不以寝息之气 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游戏 不足以罚人之国 工业不可计 记就是期待的意思 请无以此为记也 无同物 不要 不要用这个来作为借口 评鉴 桓公不听 众府约 必不得已 一定不能够停下来 已是指的意思 处之京毛 不供与天子此三年矣 君不如举兵为天子伐储 储服 因还 惜菜 曰 鱼为天子伐储 为天子伐储 而菜不以兵听从 遂灭之 这种做法 在名义上是合乎意义的 但是在实际上是很有利的 故必有为天子诸之名 而有报仇之实 好 齐桓公罚储的原因 原来是这样的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下课 谢谢大家